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星期的一周標示我們講一個功能篇 主題是潛水標 潛水標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功能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很多時都會接觸到水 究竟潛水標的定義是怎樣的 在機械碗標裏面我們有所謂的生活防水 即是我們洗手或者下雨這些水濕是不會影響到那隻標 它的防水深度大概是30米 但如果要作為一隻專業的潛水標 在早年的時候它最少都要能抵受100米的水深壓力 才可以叫做一隻潛水標 今天的標準基本上我們需要它能夠抵受300米的水深 然後才可以叫做潛水標 究竟早年的潛水標是為甚麼會開發的呢 大部分都是因為軍事的需要 或者是有一些探測性的需要去開發這些潛水標或者防水標 在1926年勞力士就註冊了一個叫做豪式標殼 這隻標殼是一個船入式標棺 以及一個船入式標底 是第一個是真正能夠防水的標殼 在1927年10月7日 有一位英國的榮首 她叫Mercedes Glassy女士 帶著一隻勞力士的豪式碗標掛在頸上 是橫度英倫海峽 它游了總共有10個小時那麼久 這隻標一直浸漲在鹹水裏面 最後它上水的時候 發現這隻標是完全沒有入水 以及走時精準的 這隻可以說是第一隻真正的潛水標 而早年有份開發早期的潛水標品牌 還包括還有貝納海 寶柏和有奧米加 究竟今天的潛水標是甚麼標準的呢 今天的潛水標基本上需要有一個很清晰的毒時標盤 因為潛水人員在水底的光線是很不足的很暗的 他們要看到時間 那個標盤的設計就非常之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要反差大 即是標盤基本上是希望用雅刻色 配上一些白色的時標或者數目指 有時候甚至會用螢光色 去增加那個可毒性 另外它的防水度最少都要有300米 比較專業的可以去到3000米或者以上 其中有一些技術性的碗標 是Limited Addition 不是給商業買的 是可以去到超過1萬米的防水深度 另外一個feature剛才也提過 需要有一個船入式的標關 是幫助防水 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我認為潛水標就是單向旋轉的標圈 還要是逆時針單向旋轉的 為什麼需要這個功能 因為潛水人員在下水之前 他一般來說 都會設定了計算自己在水下面會逗留多久 因為那個氧氣供應的問題 這個單向旋轉的標圈 就是保證了就算你意外地動了那個標圈 你看到氧氣供應時間 永遠都是少了 不會多了 保證了你一定有足夠的氧氣浮出水面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潛水標是需要有一個 不反光的標盤 和不反光的標殼 為什麼呢 因為在水底下有可能會攻擊你的鯊魚 或者是其他的魚類 如果你的碗標是反光 令到刺激他們的話 有可能他們會向你攻擊 所以是不反光的標殼 和標片會比較 對那個潛水人員的安全有保障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潛水標是需要一個可以伸展的標帶 或者標鏈 因為潛水人員的衣服比較厚 標帶在那個碗上面 是要覆到衣服的外面 所以它是需要一個可以伸展的標帶或者標鏈 去做到這個功能 最後就是要有一個特強的夜光塗層 這個當然也是為了方便 在晚上或者在黑暗的水底下獨視 講了那麼多基礎關於潛水標的特色 我們看看今天的潛水標到底有什麼特別 第一隻我們想說的 是Omega Seamaster Planet Ocean Ultra Deep Professional 名字很長 這隻可以說是一隻技術性的碗標 它不是為商業售銷售的 是限量版 它做的目的是為了探險用 而它是能夠防水度到1萬5千米 是目前我們見過防水深度最深的碗標 第二隻我們想說的是Rollex Deep Sea Challenge 這隻也是一隻技術性碗標 不是為商業售銷售的 這隻標能夠防水度到1萬2千米 在幾年前曾經陪同大導演 詹姆士金馬倫James Cameron 去到我們知道的最深的海藏 The Marina Trench那裡是探險的 第三隻我們想說的標 Bond Plant 50 Phantom 50 Phantom本身是一個深度的單位 原來50層代表大概300呎 即是91米左右 在早年的時候 這個基本上是潛水標的極限 寶柏在1953年的時候 就受到法國軍部的委託 製作了一隻可以有50層的防水深度 以及獨時很清晰的碗標 另外一隻我們想說的是Rollex Submariner 這隻碗標可以說是最普及最受歡迎的一隻運動標 它的防水深度是300米 但已經是足夠作為一個 基本專業潛水員的可以去到的深度 這隻標有了我們剛才所說的所有現代的潛水標 應該有的基礎功能 最後一隻我們想說的潛水標就是Panerai 很多朋友都知道 Panerai其實跟意大利海軍的關係很密切 造船1936年的時候 Panerai受到意大利海軍的委託 做了一隻叫Radio Mir的碗標 那隻碗標當年是可以防水到30米的深度 以及它在水底的獨時是非常清晰的 發展到今天 Panerai的潛水標系列已經很豐富 以及今年他們已經將這個潛水標 Submersible這個系列獨立了出來 我們可以看看這些標都是很漂亮的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